醫護人員耐心幫老人家施打疫苗 仔細看許多行動不便的長輩 幾乎都是由家屬推著輪椅 或是坐富康巴士前來接種疫苗 宜蘭市和羅東正 現在為了鼓勵長者出門打疫苗 寄出200元交通補助 鎮長挨家挨戶拜訪老夫妻 開心結下紅包 宜蘭市內1.1萬名70歲以上長者 今年除了提早領到重陽敬老 津津貼還有交通補助費200元 會合併在一起發放 羅東正1.3萬名65歲上長者 則是在收到通知單的同時 也會拿到200元 同樣的是不管有沒有去打疫苗 都可以領得到 對於打不打疫苗都給200元 民眾看法兩極 打疫苗的人他一定會去打 這個成效不大 應該是有打才有 宜蘭市和羅東正率全國之先 寄出200元交通補助費 鼓勵長輩來打疫苗 免疫雖好但最重要的是 如何減少疫苗的猝死率 才是長輩願意施打的關鍵 記者林一神 蔡宇山 宜蘭採訪報導